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灵异会计师 今天我要跟各位一同来解读 美国前25大富豪的真实税率 在以往的视频当中 我们都是很震惊八百的 跟大家聊很严肃的税法规定 但是今天就跟大家来聊一聊税务上的八卦 最近几天热门的税务八卦 应该就是Prepublica所泄露的 美国前25大富豪的真实税率 竟然都只有各位数字 吓得我赶快去翻看其中的细节 免得客人上门踢馆说 那灵会计师 你能不能也帮我想想办法 让我的税率变成各位数字 要了解这件事情 首先要了解美国的个人税 是一种所得税 顾名思义 就是针对所得所课征的税 例如说是薪资所得 个人执行业务所得 出售股票 房屋的资本利得 利息跟股利所得等等 那在一般税务上呢 会提到的名词呢 是所谓的边际税率 以及有效税率 那所谓的边际税率呢 指的是你所得达到的税级 那有效税率呢 指的是所得税 除以税前所得 然而呢 在这个Prepublica所提出的概念呢 却与我们上述的这两个概念呢 都是截然不同的 他们称其为这个真实税率 那他的计算方式呢 是将所支付的所得税 除以呢 这个年度估计的财富增长 那这种比较方式呢 有一点不当类比 因为呢 不是与所得与所得税相比 而是与所得税与资产的增加相比 那以一个名人 就是亚马逊的财务长 贝佐斯呢 为例 他在2006年到2018年的当中呢 他支付了1.4个Billion的联邦个人所得税 其中呢 申报的所得呢 为6.5个Billion 然后呢 估计呢 这段期间 他的财富增长 约为127个Billion 所以呢 根据Prepublica的计算 他的真实税率为1.1 他就是以1.4个Billion为分子 127个Billion为分母 但是呢 就一般有效税率的计算方式呢 贝佐斯的有效税率 应该是21.54% 就是1.4个Billion呢 来除以6.5个Billion 那还有另外一个名人呢 就是股神巴菲特 那根据Prepublica的计算 他的真实税率是0.1% 但是呢 如果根据这些材料去计算 他的有效税率的话呢 应该为18.96% 就是用这个23.7个Billion 除以125个Billion 而这个计算结果呢 也与这个Zookerman 就是呢 伊丽莎白华伦的这个幕后经济学家 所提出的数据非常相似 根据他的分析呢 美国前400名的富豪 他们的平均所得税 税率为23% 然而为什么美国现行的最高税级是37% 那这些富豪们的税率却远低于最高税级呢 原因应该是这些大富豪们的收入结构 应该没有所谓大量的劳务所得 而可能侧重在投资收益方面 那在现行的税法下 联邦的长期资本利得的最高税率为20% 再加上3.8的投资收益税 就是Investment Tax 那如果呢 房地产上在使用我们另外一个视频 会提到的这个1031交换来递延所得税 如此一来就算有高额的所得 但是呢 仍然可以将他们的有效税率拉低 这也就是巴菲特在数年前提到 他的所得税率低于他秘书的原因 以及现任的总统拜登 在他的税改提案中 希望能对所得超过100万美元以上的纳税人 将其长期资本利得的税率提高至39.6% 因为拜登认为如此一来 才能让巨富们支付他们应付的税款 谢谢